我国累计的Omicron病例已经增加到了64宗 当中从沙特阿拉伯朝圣回国者就占了一半 为了防止Omicron持续扩散 卫生部长凯利今天就宣布 从1月8号开始暂停国人前往卖家朝圣 航空公司几日起不准售卖朝圣之旅的机票 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凯利还说当局发现许多朝圣人士回国之后 没有遵守隔离令 截至12月30号 去年12月30号 有9个感染群和朝圣者有关 其中5个感染群涉及Omicron病毒 为了防止不守隔离令的朝圣者回国后 把Omicron带到社区 凯利宣布从1月3号起 所有回国的朝圣者一律必须到隔离中心 或者酒店强制隔离 另外针对耶鲁大学和多间机构专家的最新发现 施打两剂科兴疫苗 并追加一剂辉瑞加强针的人士 他们对Omicron的抗体水平还是偏低 那么我国的卫生部会不会跟随有关的建议 开始施打第四针呢 凯利在记者会上就给出了相关的回应 接种两剂科兴疫苗 外加辉瑞加强针的人士 抗体偏低 不足以应付Omicron 针对是否要让这个群体 施打多一剂加强针 卫生部长凯利表示 医药研究院的工作小组 已经开始深入探讨 国外的最新研究数据 现在说要开始打第四针 还言之过早 不过要是接下来Omicron的传播 引发更严重的疫情 政府有没有后备的B计划呢 凯利表示 政府已经提高警戒标准 一旦超过了相关的水平 卫生部将会向四人部长会议 提出收紧限制的措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